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2月27号星期日 现在来讲 我觉得乌克兰情况比较明显了 我觉得现在很 我几乎可以 就是刚开始一天的时候我点看不懂 你记不记得 后来我在2月25号的时候 我播双方的情况的时候 我就说 西方媒体说俄罗斯派出了地面部队 但是我完全看不到 我看到了俄罗斯派出的都是空中部队 一些空中打击部队 一些导弹 飞机 去摧毁一些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周边囤了十几万士兵 几百辆腾胜 往里推的话 这是大面积的进入 这会非常非常明显的 但是实际上现实情况并没有 头几天的时候 如果有地面交火 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什么顿捷斯克 卢班斯克 还有车臣的一些武装力量在动手 并没有看到俄罗斯的正规军出来 所以也就是说在头几天的时候 普京并没有派出地面部队 并没有全面入侵 只是在去军事化 太热 稍微关一点 关到75度的 在头几天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这样子 我看到的情况是今天 俄罗斯才派出了地面部队 所以我现在觉得什么呢 就是说情况现在很明显了 普京其实一直从头到尾 寻求的不是全面入侵乌克兰 也不是要占领乌克兰 普京从一开始寻求的就是和谈 他寻求的是美国 北约 乌克兰 给普京一个承诺 一个什么承诺呢 一个在几十年前就给了的承诺 就是北约不东扩 实际上在苏联解体的时候 北约曾经给过这个承诺 就是说北约不东扩 不再往这边推进了 因为北约当年建立起来 就是为了对抗前苏联的 那苏联已经结束了 那北约不再继续扩张 但现实情况是 这个承诺给那几十年 从来都没有兑现过 而且北约不断不断的在东扩 五次东扩 现在又要在这边再扩 而且这次就彻底扩到了 俄罗斯加盟口来了 所以这是普京的 就是忍无可忍 不得不动手 那动手的目的 也不是为了要占领乌克兰 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说只是要和谈 但是拜登也好 北约也好 乌克兰也好 现在乌克兰当然 乌克兰现在就一部分 当然要和谈 但是这样 这个 俄罗斯的国防部 进行表示 乌克兰当局拒绝了 在俄罗斯盟友 白俄罗斯境内 进行和谈的这个提议 那乌克兰要同意了和谈 要在华沙去和谈 那俄罗斯说在白俄罗斯和谈 那时候谈不懂 和谈的地点谈不懂 在这种情况之下 俄罗斯军队才接获了命令 要扩大进攻 这是今天俄罗斯国防部的表态 就前几天其实一直在逼乌克兰和谈 就说如果北约不能给承诺的话 乌克兰要给一个承诺 就是说不加入北约 要和谈 但是没有 由于到现在就三天之后了 由于没有和谈 俄军这才接获命令要扩大进攻 俄军的发言人 克纳什科夫宣布 所有单位今天才接获的命令 要从各个方向发展推进 那莫斯科今天也宣布 俄罗斯全面包围了乌克兰南部大城市 克松以及东南部城市 博德杨斯克 这地面部队这才进去 而且进去之后 实际上你能看到出来 并没有特别大面积的 去摧毁性的这种进攻 普京其实这次进攻非常的小心 尽量不伤害到平民 因为他知道 现在手机也比较流行 如果有大面积的 这种杀伤行为的话 可能传出来图片不好看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希望只是对乌克兰的军队 进行一些打击 所以我现在看出来了 前几天很多的报道都是假的 说俄罗斯战机被击落了 后来乌克兰也承认了 视频里被击落的战机 实际上是乌克兰的 然后还说什么蛇岛 说是100多个士兵 坚决不投降 一万克到底 然后全部牺牲了 现在的现实情况 里面只有13个人牺牲了 剩下80多个人 全部都脚下投降了 这才是真实情况 所以就是说 现在前面在打仗 后面在打一场媒体战 媒体战的目的 不是向老百姓 不是向我们这些人 提供的一个真实的消息 而是在提供给你一个 他们需要你相信的消息 现实情况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普京其实还是抱有一线希望 能够跟乌克兰 或者跟拜登 或者跟北约和谈 让他们达到了一个 让他们信守一句 他们几十年前信守的承诺 就是北约不登扩 但到现在有吗 没有 拜登和北约现在并没有 不愿意和谈 不跟普京谈 然后也不让乌克兰跟普京谈 就让普京打 所以现在到底在寻求战争的是谁 我们设想一下 假如现在川普是总统的话 川普早就排除万难 跟普京去会面了 就谈了 甚至川普可能就直接就答应了普通 就是说 那我北约不登扩 不再扩了 战争就结束了 实际上普京就回去 就完事了 这个事就完事了 那么这种认证到底是谁引起的 是川普 是普京 还是拜登 现在看起来实际上是北约 是拜登在引起的 在之前 其实他们给了俄罗斯非常明确的信号 就是什么 就是说北约要吸纳乌克兰 逼俄罗斯动手 我甚至都怀疑 是不是拜登 就是说中级选举差不多快要不行了 不行了之后 他很知道有一个按钮 就是说只要我北约吸纳乌克兰的话 俄罗斯就会动手 只要我让普京相信 我北约要吸纳乌克兰 乌克兰要加入北约 普京就会动手 那么普京动手了之后 就会冲淡我中期选举的压力 甚至有可能 我觉得现在这个剧本是怎么写的 现在这个剧本就是 拜登先等着 先不跟你谈 不跟你谈激怒你 让你全面入侵乌克兰 打到差不多了 最后你也强主之末了 你也打完了 你也没什么再可打的了 这个时候我来跟你和谈 和谈之后 我说一个乌克兰不加入北约 或者说 我说本来也没想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我就这么说 对不对 然后你普京 你OK了 你能接受了 然后你退兵了 然后中期选举之前 我拜登作为一个 你看看 我不费一兵一卒 单靠一张嘴 就把普京就说啪下了 就把俄罗斯军队就劝退了 然后我现在看起来 拜登有 这个剧本好像是写好了的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其实是这样子 其实普京现在就要一句承诺 但是拜登就是不给 北约就不给 不但不给 继续有限推进 实际上是他们一直 退要人家家门口 把北约退要人家门口了 实际上在苏联解体的时候 北约就给过 几十年前就给过 而且我跟你说 这还不是这个 乌克兰当年放弃核武器 乌克兰当年是有核武器的 乌克兰当年放弃核武器的时候 美国还有欧洲的国家 给了乌克兰一个承诺 就是说一旦有人入侵乌克兰的话 美国会替乌克兰出手 乌克兰说 没有核武器 我怎么保护我自己 美国就说这样 你把核武器销毁了 我保护你 现在我不知道 美国的承诺在哪里 当年苏联解体的时候 北约承诺不东扩 然后后面就一次一次的东扩 我不知道北约的承诺在哪里 美国当年承诺乌克兰 销毁核武器之后 美国会保护乌克兰 美国现在怎么保护乌克兰 我想看一看 所以你会发现 北约和美国的承诺 都跟放屁一样 从来没有信守过 这是普京为什么觉得 自己就被骗了 文完全全被骗了 你们答应了这么多次 从来不算数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在这里 然后有个小伙伴 给我发来了消息 有一个说 说感觉美国这次和欧洲的 绥靖政策是假的 拜登也是装的 普京被骗了 普京这次不出意外要完蛋 凭乌克兰自己 不可能这么入兵如神 背后定有欧美的指导 他说虽然我也支持川普 但是你要承认 拜登对中国俄罗斯的手段 比川普高明 如果川普在的时候 普京是不会打乌克兰的 这是最简单的 你有没有意思吗 当然他现在认为 这个网友认为什么呢 就是说认为 拜登诚心 就是骗了普京的出手 打乌克兰 以达到了美国的效果 如果你要是这样子说 那就比谁黑 比谁坏 就是川普不愿意牺牲乌克兰 不愿意牺牲乌克兰人民的生命 不愿意牺牲乌克兰军队的生命 你的意思就是说 拜登拿乌克兰作为一个诱饵 让普京去咬 让乌克兰人去死亡 让乌克兰士兵去阵亡 去受伤 让乌克兰受到伤害 你要是说 就是说比谁黑 谁坏的话 可能拜登是比较坏 这点我是承认的 就是拜登为了自己中间选体 不择手段 实际上现在我也能看得出来 就是说普京现在大 现在其实他的意思 他也看出来了 就是说 当然我们的观点不一样 他认为这是拜登够狠够坏 够后悔学 然后逼普京不得不出手 然后把所有罪过都 推在了普京头上 认为这是拜登的比较高明之处 当然你要认为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高明 我认为这是混蛋 我认为这是黑暗 这是肮脏 这是龌龊 我是这么认为 你要是说 你如果觉得这样子做的话 拜登比川普高明 那是你的价值观 我的价值观 我认为拜登这么做的话 他比川普要肮脏的多 就川普是个真小人 拜登是个伪君子 他更脏更阴险 的确却我也看出来了 乌克兰这次是个陷阱 普京踩进来了 是拜登逼着普京不得不这么做 但是就这样来讲的话 就是说 当然普京是被骗了 没有错 但是是不是要完蛋 其实不好说 因为真的开干了之后 就没开干之前 比的是谁坏 你明白吗 比的是谁狡诈 谁阴险 哪个是小人 你知道吗 谁是小人 谁更阴险 谁更伪君子 谁更猥琐 你知道吗 就跟这个谁 利狐冲的师父 叫什么来着 我想不起来了 就是够坏 但是等打起来了的时候 那就不是说看谁坏 看谁小人了 那个时候是看谁的实力更牛逼了 看谁更英勇了 知道吗 看谁更不怕死了 知道吗 所以没打起来之前 拜登的这种 就是说阴险的手段 的确看起来是比较高明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陷阱 然后拿乌克兰人的生命 作为了一个筹码 拜登把普京给骗进来了 但是后面怎么办 后面可就是 那就是看谁 够狠了 因为现在打起来了 打打你再坏就没有用了 就看谁够狠吧 对不对 所以就这点来讲的话 我觉得 其实我是瞧不起 拜登的这种玩法的 我宁愿是川普那种真小元 我也不要这种伪君子 你知道吗 我甚至都怀疑现在什么呢 就是说 拜登现在拿乌克兰 来引诱普京 然后拿台湾的引诱中国 等到中国动手了 他也不敢台湾 然后把所有的罪过 都推到习近平头上去 然后逼习近平动手 所以现在美国很多的动作 实际上在逼习近平去打台湾 你发现了没有 各种美军的这种跟台湾军队的这种参与 那么就在这儿了 就是说 那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说拜登 就是这种坏心思 一个逼普京的打乌克兰 另外一个逼习近平打台湾 如果你觉得这个是高明的话 你要是川普的话 川普觉得不要打 提前就谈妥了 不让普京打乌克兰 也不让习近平打台湾 但是那你就看你了 你如果你能够把乌克兰和台湾 都牺牲掉的话 那拜登的这种方法 就是比较高明的 就比较阴险吧 我觉得就不能讲 阴险肮脏龌龊 更脏一点 那几十年的老政客了 玩的非常的黑 你知道吗 就跟退出阿富汗的时候 我也说 我说就是说 退出了阿富汗之后 能够制造难民 这个不叫本事 退出阿富汗之后 让人感觉难民制造出来之后 跟我美国还没有关系 这也叫本事 这是几十年老政客能玩到的 其实阿富汗 拜登玩的就够脏的 反正我个人 是这么一个观点 还有一点 就是所谓的乌克兰入兵如神 这是活八道 前面根本躺不住 我说到那会儿 不是一百多个人阵亡了 不是 是八十多个人投墙了 现在只要一打 就溃不成军 当然了 现在打什么顿涅斯克 卢关斯克 打车臣的时候 打的还有谋死亚 挺凶的 但是碰到俄罗斯军队 根本就不行 俄罗斯军队在头三天 根本就没有出动 再等等 等和谈 最后和谈不行了之后 才派出了地面部队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 你小伙伴来说 这个小伙伴已经被我屏蔽了 刚刚那个 我还没有屏蔽他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他就是说 他是更欣赏这种后悔学 他的高明 就是说看谁够坏 所以我就算了 这个就完全缺乏常识了 这个跟我说 他说你总说拜登软弱 但是这边战争 如果欧洲要制裁俄罗斯的话 就得和美国买石油和天然气了 美国可能是 至少战争最大的赢家 这是放屁 这我一看 这把战争直接屏蔽掉 缺乏常识 拜登他是白左 拜登根本就 我给他回了 我给他回了一个信 我才屏蔽他 我要讲明白 为什么屏蔽他 我告诉你 拜登是白左 拜登根本就不允许 美国开采业原油 拜登上任之后 就直接把川普同意 采油的许可都撤销了 所以现在美国从川普时期的一个石油输出国 变成了拜登执政时期的一个石油进口国 拜登不光把川普采油的许可撤销了 把美加的要建石油管道的协议也给取消了 就停止了 所以美国现在石油根本就没有出口 美国的石油现在在进口 你明白吗 川普在的时候 石油都快到复数了 你记得中国港元油宝 最后钱都赔光了不算 到过来还欠银行钱 赔成复数 自己的所有钱赔光了 你还欠他钱 就我账 一般来讲 我玩 最后我赔光了 账号的钱没有了 那就完了 这不行 你走不了 你还得再给我钱才行 因为到复数了 你明白吗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时候 川普是允许美国采着烟 要往外卖的 美国也在卖 美国不但不进口 还在往外卖 你明白吗 这样的石油的完全就多了 原先卖给美国的石油 是美国不要了 美国还往外卖 所以导致石油价格 跌到了白菜价 甚至有一度跌到了负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美国不但不往外卖石油了 还要从市场上买石油 石油现在找到多少钱了 你自己没展开眼看看吧 都那么一百块钱一桶了 你还跟我说 美国是最大的赢家 美国现在进石油 拜登现在 俄罗斯一打乌克兰 拜登没办法 马上又开始释放 战队的石油储备 美国在进口石油 石油价格涨 石油价格上涨的话 对美国是好处还是坏处 石油价格上涨 对美国好 只有一点 那就是当美国是石油出口国的时候 才有好处 当美国是石油进口国的时候 石油上涨的时候 对美国是有巨大的伤害的 对美国经济 明白吗 石油价格再上涨的话 美国就要进一步面对通货膨胀 这种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川普在的时候 美国在往外卖石油 拜登来的时候 美国在往外卖石油 连这个基本的一点常识都没有 然后还来说 还说美国美货大营 我觉得你就白走媒体 看太多了 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奥米克隆之前 拜登已经在释放石油的战略储备了 现在又在释放石油战略储备 他有多少石油战略储备 他能停几个月 他都扔完之后怎么办 除非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什么 就是拜登到最后实在不行了 就是同意了美国美加的石油管道继续建 走川普路线 让美国继续开产 借烟油 但是 就是说当然 有人说会不会这样 就是拜登本来觉得川普做的对 但是因为是白左 被摁得太好了 他就不得不通过这种手段 然后重新的让美国这么搞 有这个可能性吗 可能性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拜登选举的基本盘是什么 拜登选举的基本盘 就是白左的这一套思路 就是不要开采石油 要开始玩电的 但问题是在这儿 就是说 如果拜登就是做了 就像走川普的路线的话 对美国有好处 如果不走的话 对美国有伤害 但是你觉得拜登care吗 谁说的American first 谁说的美国优先 是川普 川普才会考虑美国优先 美国的利益 有没有得到伤害 拜登根本不考虑这个的 你懂吗 拜登考虑的是我能不能执政 是我能不能保证我的基本盘 所以即使石油价格上涨 美国经济受到了伤害 拜登也不考虑这个的 拜登也不会让美国继续开探 这个烟油 也不会去跟加拿大 接着搞石油运输管道的 因为那么搞的话 他的选举就坏了 他的基本盘就损失了 他就没法选举了 所以拜登考虑的是 拜登考虑的是选票 是选举 至于美国有没有伤害 最后实在不行 接着扩大国债 对不对 接着扩大国债 接着失败人油储备 然后用国债买石油 用美元来稳定国际油价 接着让美政宠印钞票 对不对 只要他能够维持他的统治就可以了 只要他维持他的选票就可以了 所以我不认为拜登会做这个东西 这种老牌的美国政客 之肮脏之龌龊之阴险 我现在看出来 就是完完全全超出我们的想象 就是你现在要把他想的更脏 更黑 就是后他们真的 拜登是玩后黑学的 你知道吗 你要把他想的更脏 更邪恶 更阴险才行 你知道吗 你往好处想他 你想他为美国好 这绝对不行的 他真的不是为美国好 就是川普也是绝对 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的 这帮美国政客 并没有为美国好 他们不是把美国放在首位 不是美国优先 现在就是这样子 你考虑问题 还是考虑美国的利益 而拜登考虑的根本 就不是美国的利益 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你才能正确的分析 目前的局势和形势 我再说 到最后还是 就是说我这期的真正的观点 后面有点跑题了 说这期的观点 就是普京实际上 在以战逼和 他要的是和谈 而拜登实际上 在以和逼战 就是拒绝和谈 来逼你打仗 你能够透过重重迷目 看到这一点 你才明白这场战争 真正阴险的幕后黑手是谁 真正发动这场战争的是谁 你才能看明白 不然的话 你看不懂的 这些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